中文字幕 李宗盛 去到這個煲到現在的時間要小心一點 因為那些杞子的喉嚨是辣的 辣到喉嚨的 很容易辣傷的 要小心一點 現在整鍋是太軟的 味道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你真的因為太熱 你一定不要小心 已經是太熱了 現在已經沒有了那個爐 它還在滾 那個方形很難後 所以真的不需要再吃 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家兄弟 假如你是第一次瀏覽我們的頻道的話 我們這個頻道主要就是講一些 關於灣區和香港旅遊和生活上的資訊 包括樓宇、吃喝玩樂、消費購物等等 都會和大家分享的 假如你看完之後都覺得內容不錯的話 可以點贊和訂閱我們 或者轉發給你身邊 同樣對這類資訊感興趣的朋友 今次我們自家兄弟 就要帶大家在深圳這裡 試一試 最近潮流非常之流行的一個 石橄欖雞煲 是計這個椰子雞之後 在雞煲界裡面 是屬於非常之受歡迎的 有幾受歡迎呢 我先給大家看我吃飽飽了 然後去拍一個畫面 就是門口位置 到底有多少人在等 先說一下時間 我吃飽的時候 大概七點半都未到 因為我是比較早到的一批 說到深圳的上班族 我還未到的時間 約莫是六點鐘過些 我就已經來到這裡了 另外這次也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我的拍檔門 某些原因 就要提早回到香港 突然間晚上 只有我一個人單拖去吃飽 我又很想試一下這個石橄欖雞煲 所以我就一個人吃了一個雞煲 是一項挑戰 現在先給大家看看門口位置 情況先 這架都是來吃東西的 所以就放它去看看哪裏可以停 A06請您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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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裡面的座位都不少 不過明顯地 在這段時間真的很受歡迎 所以我相信 8點多鐘 還有很多人在等 先說說這間熊大廚雞煲的位置 在夏沙站這一邊 KK1這個商場 對著那條很闊很多車的馬路的對面 所以其實你不應該由KK1出來的 而是要在夏沙站那裡 另外一個出口 下一個就是夏沙站的C出口 這裡應該都是在商場之外 可以到KK1的 人行隧道 應該應該 這裡有個商場 那我現在呢 就在這裡走去熊大廚雞煲 也是 這邊可能多點東西走 這邊 其實 左手邊的商業大廈 夾級上下 現在的人都放工了 那這邊呢 就KK1 你找到的 這幾天 你去看 那就是 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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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二樓三樓 有怨言四季 PTV 四樓 我就看看Sit 和大厨 它是在這個位置 其實這個位置挺靜的 中午就有很多人吃 現在的感覺可能人們都還沒下班 但不是很餓 反正在這條路走過去 從這個畫面計算一分鐘內都可以走 我想讓大家看看地圖 因為本身我剛才自己走的時候 走了一點點路 所以我剪了那一段 直接飛過馬路那一段 來到這裡已經是這個紅大廚的雞煲 可以看到大概六點過的時間 都已經很多人坐在外面 店內室內的空間反而多一點點 那它就安排了我坐在後排一點 那它就安排了我外面 因為剛才我走進來的時候 就關了一部機 沒有拍到中間這個畫面 即是它實內部分到底是怎樣的 另外想說 我被他們帶進去剛才那個後門位置 都是實外 不過加了一個蓮蓬的空間 其實我看到有兩位女士 應該是被她帶出去 然後就不滿意的 回到進來就坐實內空間 不過我一枝公就沒有所謂 也不想說這麼麻煩 你帶我出來我就一定要坐進去等等 我覺得都OK的 因為外面看上去都不是很不衛生 坐下來之後 我就發覺大部分 這裡的食客 都可能是至少三四位 或者五六位 其實五六位 有些都是坐在我這些桌子 坐得很擠逼一下 關於這裡提供的紙巾 其實我是可以不需要 我自己每次去深圳等等 都帶很多紙巾 不過作為留念 我也是接受了 給大家看看 我在臨走前 這裡的場景 就是室內空間 坐得有多爆 還有 它點像的部分 就是這裡 但是我一個人 我就不方便走開 所以我就叫它 隨便幫我拿了一些就算了 另外在它這個空間 也可以看到 一些人切牛肉等等 其實我一個人 就真的叫不到牛肉 如果試過這裏牛肉的朋友們 都可以留言我 去到牛肉的肉質 是否好吃 另外一邊 就明顯看到它 就是雞煲 這裡也不僅是石橄欖雞煲 很多類型的雞煲都有 有興趣的朋友 都自己可以試試 不過我店員所說 最近進來的一些食客 都是沖著石橄欖雞煲 包括我 大致上在整個場地上的參觀 就是這樣 它剛剛就放下了一個炭腦 現在在拿到另一台 炭腦就是這樣的 趁著這個開關的日子 你又會不會上灣區這一邊 看靚樓呢 自家兄弟提供VIP看樓安排 沒想到想在哪裡看樓和買樓 想自家兄弟幫你研究 一樣可以找我們 還會和你分析樓盤有缺點 看看是不是適合你的需要 跟自家兄弟在灣區置業 還有無常售後服務 跟到尾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首選自家兄弟 也由於大部分的人士 都是沖著石橄欖雞煲而來 所以是等得比較久 以我自己為例 先放了一個炭腦給我 然後我放了一個炭腦之後 就等待了超過十分鐘時間 那個石橄欖雞煲都未來的 我想大概要等了十五分鐘左右 才能來到 也可以看到 就算是早一段時間 沒有那麼多人的時候 都是要等這個雞煲 它煲到一定程度 才拿過來給你 由於是炭腦 基本上你都不可以去 去說怎樣扭小火 慢慢等它 慢慢自己慢慢燒 其實應該實行不完 大煲湯儘量清 因為湯真的很棒 湯其實比椰子雞的湯要多 認真說 我覺得這個雞煲 起碼四個人 才是適合人數的 另外也可以四個人 叫到其他牛等等的東西 來錄一下 雞煲放了在炭腦 其實它之前已經煲得很滾 所以無論是湯或者雞 都是非常熱的 其實我個人覺得 如果吃這個雞煲 最好是比較冷的時間 像我當日那樣 一點點冷 其實就不是最適合的 一個時令季節 因為要很冷 才有感覺 湯應該要等它久一點 才再鮮甜一點 但其實我說錯了 不應該用鮮甜去入這個湯 現在屬於第三碗 也是已經煮得比較久 我相信都是更加入味 而且一直都是 整個雞煲的湯很熱 所以如果你真的冷一點 是更加正的 我的意思當然是指 當日其實就不算是很冷的 你看到牆內的人穿的衣服 很多都還是短袖 雖然涼涼的 但是真的很冷的時候 很肯定吃這個雞煲 一定是正很多 現在吃到差不多了 我們看看它的材料 藥材等等 這就是吃橄欖嗎 這是吃橄欖嗎 這是第二小碗 感覺到它的湯是有了 應該去到後來就越來越濃味了 現在是進入了最熱的時間 後幾碗都很熱 現在真的很熱 都要慢慢入 很生氣 我不聞辣了 所以我已經有少少辣了 剛才我說法上是辣了少少 不過實際上我晚上回去 還有第二天 其實整個嘴唇內部 很多白邊位 即是真的辣了 是要隔幾天 它這些皮脫掉 才沒有那個辣的感覺 當然也不是很嚴重的 純粹就是吃了一些熱東西 喝了一些熱湯那種 嘴唇內部的肉的位置 部分是變了白色 我想有些人都試過了 一人吃這個 鴨鴨鍋 因為是聚名的湯很棒 最初是不太好 其實它很足夠 反正這個湯又不能扭小火 其實一直都是熱的 只能夠自己慢慢 突出出來之後 就等一下 吹一下它 慢慢去 不要急 應該要等它 有些什麼 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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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這一類店 就不要預計員工 有什麼好的服務 但是這位姐姐服務都不錯 我就跟她說 一個人來 所以不方便 走出走入去拿東西 她也幫我主動拿了醬油等等 等等 我叫了姐姐幫我拿 因為我自己給了一份湯 所以我給了這些湯 所以我覺得 本身如果你的女性 都不一定不適合 她一直滾 其實就 由於她 炭老 由於是炭老 你都不可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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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等她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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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笑 雖然的感覺 是 很舒服 因為她在炭老 很熱很熱的女性 在你炭老 其實和椰子雞 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和椰子雞 很結實 男胸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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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胸盯。 男胸盯上瀚鱼饭了。 在這裏還要在那裏表現 它已經很難 所以真的不需要做事 大家好,我們自家兄弟為了配入通關後業務發展上的需要 已經在旺角彌敦道567號銀座廣場 增設在我們的物業展銷中心 前往的方法相當簡單 你只需要在油麻地站的A1出口轉過來彌敦道這一邊 向太子方向走過去 約一分鐘的時間你就可以來到銀座廣場 又或者你也可以選擇在旺角站E1出口 出來之後去彌敦道這一邊 向沾沙咀方向走大概4-5分鐘 也可以直接來到銀座廣場 反正前往的方法相當簡單 而大廈也不會要求房客做額外的登記 我們就在銀座廣場的15樓1502A室 我們承邀你的到訪 了解更多關於大灣區的物業和資訊 最後就是一個食瓶 其實我覺得自己也沒什麼浪費 湯都清了有六七成 肉方面其實可以吃的一些雞肉 我都清得八百九九 剩下的那些是唇骨 沒有什麼肉的部分 當然我也是建議 兩個人至四個人吃就最理想 如果四個人就可以再點多一點點東西 作為一個火鍋滷下去也可以 另外因為它一直滾著 所以雞肉去到後來明顯地 就沒那麼理想的 在整個食的過程中上半場雞肉是比較嫩 好吃的 至於這個湯方面 它始終不同 這個椰子雞 我覺得椰子雞去到後來 都還是很棒 這個湯來講 邊際效應會比較強 即是說可能第一碗第二碗 那個感受 那個滿足度會高一點 可能去到第四五碗 就沒那麼高了 去到再好後來 我自己的情況 是第七八碗 這樣算 滿足度也是大大降低的 但如果對比椰子雞 我覺得差不多每一碗 特別是去到後來 由於它的味道越濃 所以滿足度仍然是很高的 這件事我會覺得有一點分別 當然 一個很重點的地方 就是唯一一個人 如果是四個人的話 肯定就未必會出現剛才我說的情況 可能大概每人都是三四碗 喝多一點的都是大概五碗左右 所以總結來說 我覺得這個石橄欖雞煲可以一試 至於喜不喜歡 試完之後 會不會再下次等等 每一個人看法不一樣 如果你問我 我自己都會先選椰子雞 因為我家人都喜歡吃 再加上上次試過龍秋那間椰子雞 真的非常之正 不過 很多東西都是看回時令的 如果天氣去到十二月 一月真的很冷的時候 可能只有十度十多度的時候 你吃這個石橄欖雞煲的感受 我相信又不一樣 滿足度也不一樣 很多時候 你在夏天吃熱 肯定就不會夠冬天吃東西那麼好 越冷的話 吃這些這麼熱的雞煲 肯定是越舒服 你要一百八十二 好 來到最後賣單了 那個雞煲是一七八 再加上一元的紙巾 還有三元的醬料費 一百八十二元 三十八 本身這間雞煲是想對上次跟家人去南山的時候吃的 但誰知道去到晚上真正吃的時候改變了主意 吃了燒烤 所以這次特地過來試一試 南山那邊也是有一間分店的 就是在這個海岸城那邊 如果是喜歡去南山那邊 好像我和家人就喜歡去南山的 也可以去南山那邊那間試一試 你也說一聲 我發現美團上面是南山那間分店那樣計算 是有一些團購計劃的 178不僅止這個石橄欖雞煲 是有些菜給你 即是比較划算 但是福田這裏就沒有的 福田這裏可能生意太好了 除了南山這間店之外 如果你不介意去遠一點 在龍華和保安都會有這間雞煲 我也查過好像南山那間分店那樣 在龍華和保安都會有團購 即是會比福田這間比較划算 簡單說福田這間是最不划算的 另外再說一件 開始片頭我教大家在夏沙站走過來 但事實上 你在車工廟站出來 都可以過到這個位置 但車工廟站我相信要走最少九分鐘 如果不介意走的人 可以去到車工廟那邊再走過來 始終車工廟是一個大的轉車車 很多線路都能夠經到車工廟 今集的內容分享到這裡 有什麼意見發表歡迎留言說說 我是紙家兄弟阿湯 下條影片再見 有沒有試過想獲取樓盤資料 但是又不想這麼快聯絡銷售人員 又或者是擔心往後會有其他的電話促銷 自家兄弟貼心地了解到 每一位客戶的需要 所以如果想直接索取樓盤的資料 可以上我們自家兄弟的官方網站 無需登記成為會員 又或者索取各下任何個人資料 我們都可以給你任意瀏覽自家兄弟網站上面 任何樓盤的資訊 包括不同城市各個地區不同樓盤的資料 你都可以在我們網站上面 隨時看到最新的資訊 樓盤單位數目 固形圖 以及精美相片等等 應有盡有 假如你是想即場查詢 或者是報名我們的看樓安排 亦都可以在我們網站右上方按一下 就可以直接跟我們專人溝通的 你可以上網搜尋自家兄弟 又或者在我們影片下方已經有我們網站的連結了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鍵入去看看 我們以設期待你到訪我們自家兄弟資訊豐富網站 搜尋你心碎的靚盤 大灣區自住投資哪裏好 找自家兄弟幫忙 無論是市場熱話 熱賣靚盤 獨家折扣 我們都第一時間通知你 自家大灣區VIP看樓安排 專車接送為你服務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首選自家兄弟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 拜拜